YouTube 请搜寻好方网 手机用户请点影片下方的订阅纽哦 订阅之后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记得一定要订阅好方网YouTube频道哦 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了 就是有一位叫徐立信的台北市议员 他接受了一个陈请 就是有一位太太 他原来住在万华区 也是在台北市啊 万华区有一个十坪左右的房子 可是小朋友大了嘛 他十坪呢要换成十九二十坪 所以他到三重去买一个 五十四年的十九点四六坪的中古屋 当时呢他给他卖的价格 真的是高出很多 为什么呢 他最后呢是以一千两百万元买下 一千两百万元去换算哦 一千两百万如果说他将当二十坪的话 一坪相当于六十万呢 他根本就想说 哦 十亚登录哇 尤其 九五名的仲介公司 九五名的金牌仲介 他告诉我的一定没有错 更要命的是邻居出现了哦 因为住久的总是嘛 有邻居就跟他讲说哎呀 你买多少钱啊怎么样 大家就哎呦你怎么买那么贵啊 创了本栋最高价哦 因为其实呢他才发现原来 圆屋主当时的成交价是八百五十万 他等于说多花了多少 三百五十万元买下 他才找这个徐立信 市议员呢来澄清 当然后来啦 其实我们后来知道 我们最终这个新闻它是和解了 可是我们有时候小市民会有个无奈 我们一辈子存的钱 我们就买这一栋房子 我们可能就住一辈子了 一生一乌住一辈子 可是呢偏偏有无良仲介 就伪造实价登录 这实在是非常讽刺 因为实价登录当时政府利益良善 是希望大家呢有所本 就像我们说股票嘛 多少钱就多少钱 那房子难道不应该这样子吗 可是问题是仲介却利用这个 执法的空窗期 以及配套措施不完善的漏洞 来欺负老实人 这实在非常可悲 好 那小小姐 这个案例 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教训 第一个就说 我们不是对人性怀疑 但是老实讲 亲戚朋友同学 遇到金钱有关的 你还是要振作 何况是不太认识的仲介 第一次见面 他说他是金牌 但我觉得这个仲介 它是玩弄一个专业的不平等 他对这个房地产的交易的情况 他比较了解 那这个购物者比较不了解 不过这里面凸显出来 在实价登录 那时候实价登录已经上路了 才一个月 但是这个不良的仲介 他利用土改 然后造假虚购 我给你看 这个实价登录 这个是一千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抢一千万的时候 购物者想说 哎呦 这个是五六年前 那五六年前就买了一千万 然后呢 他又跟他讲 一个关键的字眼 都更 因为已经 五十几年了 快六十年了 你会买五十年的老房子 就是想到未来有都更这个梦 所以他又这样 我觉得这个 这里面 这个不良的仲介 他有两个最可恶的地方 第一个 实价登录本身这个数字 一千万 是造假 第二个 他说未来房子有可能都更 也是假的 两个假的 然后后来就 不必要靠